昨日新乡一年一度布农族传统摄尔祭予及大分事件中年纪念记者会24号盛大展开 新党徐中卫亲自出席 各国小各村族人也分别呈现了布农族歌摇汉传统碎石祭予 传承也要让更多民众来认识布农族的文化 25只猎枪名枪声响 从昨日传向中央山脉布农族族居 接续的巴西伯伯祈祷小米丰收割 呈现布农族享誉国际的天籁之音 回荡山林天敌间 因为花莲卓西乡110年度大分事件周年纪念 即全乡摄尔祭活动拉开序幕 摄尔祭曼纳亚是布农族整年度最盛大的祭典 记忆仪式众多 传统禁忌撒姆也最为繁杂 布农族人透过了祭前狩猎文化与禁忌 祭典中的文化教育 文化信仰生命宇宙观等等 都全面重新活用再次传承 今天我们所有共同的祭祀 不光是今天的事儿祭典 我们也要去追念在一百年前在大分事件被日本人所屠杀的我们的前辈们 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三年的土地是一个真正的勇者 我们后代子孙绝对不可以忘记 族与文化灭绝 一个族群也就跟着灭亡 乡长吕碧贤全程以布农族说明并传承布农族的语言 特别到场参加的县长许正位表示 县政府也透过计划协助族人重建拉库拉库西家屋 也附资布农族传统部落文化以及语言 台湾是南岛渔南岛语系的发源地 而花莲更是我们原乡最重要的基地 所以我们不断地用我们的自己原乡的文化 跟世界接轨 跟国际接轨 让国际看见花莲 在这里无力 还是要拜托大家 我们一起说族语好不好 我们让我们的族语代代相传 越来越强大好不好 好 主持乡传统摄尔记 各国小及各村族人 分别展现了布农族传统歌谣 以及岁石记仪 同时传统技能竞赛有 悲蓝负重 剧目比赛 以及新增加的传统打陀螺 回忆昔日族人农贤时期的休闲活动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